OK,我们开始吧 你今天吃的什么 600克的鸡腿肉 然后还有300克的这种白蘑菇 50克的脂肪 最后还有4勺差不多30克的这个麦片 对,还有这个加了一点点这个叫起芽籽 然后这个是一汤勺的起芽籽 可能不到15克吧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是练肩膀 然后还有10分钟的这个瑜伽 以及10分钟的这种单车骑行 你今天睡眠怎么样 我今天在床上躺了3小时48分钟 从数据上看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能是处于清醒或者半清醒状态的 其次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在饭后 有一次集中的睡眠 差不多2小时12分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刑法里边有两种理论 就是一个是叫三阶层 一个叫四要件 这两种理论 然后这个理论里边的话 最重要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其实三阶层理论要比四要件理论 它相对来说更加的自由 然后更有逻辑一些 然后四要件的话 就是执行起来 效率更高一些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违法 然后和不法 这两个词 实际上它表达的准确含义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养成这种及时停下的习惯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或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不想将这种工作和生活然后给分开 你未来想做什么 领会这种打仗的精神